原子少恋就要结束了 成员们的后续发展也成为许多粉丝最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对于爆火的选手们来说就丝毫不用担心了 作为节目里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同雪群的双子星 小孩和蔡成员网络票选人气 值得保持在前五名 两人获得了不少广告商的期待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潮流服饰 以及手机在内的十多个品牌找上门 小孩和蔡成员两人合计至少有十多万台币的进账 继续这个手机品牌就是大家熟知的 OCO旗下的子手机品牌realme 这个手机品牌一向找当红巨星 之前代言人是杨子杨幂 在台湾找的也都是邱泽K的等大咖 这足以说明小孩和蔡成员人气有多高了 在参加园子少年之前 小孩是一个完完全全素人 IG只有1200个粉丝 而蔡成员因为之前参加一些节目 已经小有名气 IG追踪速高达4万 节目播出前 小孩和蔡成员所属的天王星也不被网友看好 人气排名一直垫底 直到初次登上舞台乍翻全场 人气才开始飙升 小孩及粉丝已经有7万多 蔡成员将近13万 两人自然就成为了广告商的宠儿 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两个本来毫无交集的人 却因为一档节目成为最好的搭档 期待小孩和蔡成员的广告 未来继续加油吧